其实通信行业的细分的话 就看可以从几个方面去细分 那么我们经常用到的 一个是我们手机 就是无线通信 叫移动通信 那么第二种的话 就是有线的 就是家庭里面的宽带 叫雇网通信 像广电类的电视网的通信 也属于有线通信 那么第三类 行业里面经常会重视的一块 就卫星通信 也是未来6G里面 会重点要关注的一块 那么其他的 像专网类的通信 都划分在其他类了 那么这是从用户的角度 但是你要是从这个 供应商 就是从运营商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它的划分有新的这种不一样 广域网的移动通信 然后有省域的移动通信 然后还有这种企业级的移动通信 这三种的话 其实定位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国内的通信市场来说 其实在全球范围来看的话 其实处于一个中等偏上 这样一个阶段 那么这就从几个角度来看嘛 第一个呢 就是说全球范围来看的话 就是以晚五大洲来看的话 我们全球的七十多亿人口 那么其中目前还是有一半的人 没有用过这个网络通信 就是宽带通信的 那么我们国内的这个所有人都可以都配上手机 都享受的很好的这个带宽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讲 我们还是这个很好的一种网络条件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就是我们在使用的这个运营商提供的这种套餐模式来看的话 距离这种发达国家推行的这种不限量套餐 甚至是各种包内容的套餐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走 所以总的区别来看的话 我觉得国内也是国内通信行业未来发展的方向吧 运营商也在努力去朝这种多样化 定制化的这种终端的这种套餐服务的产品来走 它是基于信息来做各种各样的生意的 那所以这个行业应该也是未来信息社会的一个基础 从整个TMT来看 那通信行业在TMT里面就是电子通信计算机传媒 这个大的这个板块里头来看的话 它又属于一种刚性的基础设施的角色 从投资的角度来看的话 那么通信行业就需要有一个重资产投资的这样的一个特征 所以前期一定要做很大量的这个投资 所以属于一个资金密集型的行业 那么其次的话通信行业整个我们在ICT 这个就是信息通信 包括这个传媒整个领域来讲 应该属于一个科技集中含量非常高的一个领域 这个字板块 那么从全球的这个专利的分布来看 其实通信行业占比的专利 一直都是占在70%到80% 就是基础的研发这个专利的这个数量来看 占比来看的话 我们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 通信行业治理密集型 就是也是一个排在第一位的这个行业 我们觉得科创板是一个契机 因为如果说没有科创板的话 那么这样的这个企业 它前期的高研发投入 它是很难吸引这种风险资金来投入 投资 对它的估值也非常吃亏 因为前期它很难盈利 但是呢 它一定需要有一个很刚性的这样的一个投入 然后很高薪的这样的研发人员 很重的一个资产模式 所以呢 这样的这个对资金的这种渴望 那么特别适合像科创板这样的一个环境 大部分还是采用第一类的标准 也就是说目前采用的PE这种估值的还是比较多的 要更关注一些指标就是 它的这个所它的产品或者它的这个服务也好 一定是在这个新品领域里面最好是独一弯的 最好是这个没有上市 已有的上市公司 就A股的上市公司能够对标的 你可以对标全球 但是国内的话最好是稀缺的 这是这是最好的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个 它的这个营收增速一定要快 就表明这个市场空间是非常广阔的 非常大的 然后它的毛利率最好是要高 它可以亏损 但它的现金流建议就是现金流整个的还是要比较健康 A股的大部分估值应该说90%以上都用的是PE估值法 那么我们相信科创版未来对于特别是非盈利的企业来说 PE就无事效了 那么肯定有新的估值方法来支持 而且科创版上市的公司往往是非常创新类的企业 一定是一种增速非常快的一种企业 所以我们觉得对于高增长的这种领域的企业该怎么去估值 我觉得类似于PS的话 或者PEO这种这种现金流估值法都会用到吧 我们认为投资的话关注两点 主要是确定性 还有一个叫这种我们叫弹性吧 那么通信行业的话 它一定是非常确定的一个照样行业 它发展到终极的这种场景的话 也可以想象出来 就类似于现如今的这个全球发展了几百年的这个电力行业 发展成就未来是个公用基础设施事业 那么未来的终极的估值也可能在15倍这样的一个估值 然后按照通信行业它本身内在 它又有一轮一轮的这种技术驱动的周期 所以我们觉得从这种盘性的 就是阶段性快速加速成长的这个角度 也可以去选择投资标的 从这个无线通信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射频行业一定是这个价值量最大的一个部分 滤波器 供放像这个光幕块 那么也是一个投资环节 那么当然也要盯住它的这个价格的变化的趋势 从投资的角度来讲 风险就确定性高 然后投资标的容易选择 然后成长的路径非常清晰 分析更重的难度又低 所以我们觉得IDC这个环节是非常重点的 要推荐的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 我们也觉得像这种虚拟运营商这个领域 我们是值得关注的 目前已经开放了两批 现在有35家的虚拟运商了 后续我们觉得还有可能继续开放 这是一个方向吧 然后第二呢 就是在民营的宽带运营商 未来我们觉得宽带 接入这个生意呢 未来也会 就是我觉得放开效率更高 它有一定的区域的低于 这种经营的这种区域化的优势 它的投资属性要分两种 对于这种中资产运营类的企业的话 我们觉得要按照这种PB 就比如说运营商吧 运营商的话 我们就要横向对比 来用PB的方式来找到它的一个比较便宜的点来进行买入 然后呢 对于这种设备厂商的话 我们一定要关注它的周期特征 那么所以一定要在它整体的这个放量之前 就进行买入 结合科创版来说 那么整体来说 它一定要关注它的行业地位 这是第一点 就是它是否是这个领域里面的龙头 那么它的上下游的这个影响力 话语权是否足够大 这些通过一些指标都能看出来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从这个企业来说 研发投入一定要比较持续 要足够 它才有更长久的一个生命力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 它在市场端也做得非常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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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